我们的舌头 就是整个生命最重要的一个表现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 我随便讲讲一句 我不过这么讲罢了 你罢了他就死了 你知道吗 有的人因为你一句话就自杀 你知道吗 有的人因为你讲一句话 他一生就不奋斗 你知道吗 有的人因为你讲一句话 他一生就振作起来 永远不退后 你知道吗 那么你能怎样以你的舌头利用 好像又不以他的眼睛利用 我怎么可能继续不断看那些处理呢 我以我的眼睛利用 我绝对不一直注视那些处理 他是个结婚的人 他眼睛利用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 要以我们的耳朵利用 我们要以我们的眼睛利用 我们要以我们的舌头利用 我们要以我们的手利用 我这个手既然做了胜功 我就不能再参与其他败坏的事情 我这个口既然决定奉献给主 我的口不应该这样讲 不造就人的话 一眼心帮 一眼败过 一句话可以使人活了起来 一句话可以使人整个灵性垮塌下去 所以你怎样又说你的语言 怎样热住你的舌头 你就成一个完全人 你就成一个有灵性的人 一个人如果能够热住他的舌头 他就能够热住全身 一个人在语言上没有过 他的整个生命就变成一个完全人 这样简单 原来就是这句话 我有一个童工 这个人在洛杉矶 就是罗文波士 可能你们中有的人认识他 Dr.Eddie Law 有一次我请他到马朗神学院去教书 他说我刚刚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 到一个天主教修教院 去修一个课 我说你基督教的牧师 怎么跑到天主教修教院 我这个修课跟别人不一样 什么课呢 安静课 什么叫安静课 没有人叫的 就是我要付了好多钱 然后付了钱 要进到修道院 到了修道院就确定 两个礼拜不讲话 两个礼拜不讲话 自己利用不讲话 不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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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那两个礼拜看见别的事情不对 很想骂一骂的说 不讲话 看见别人有什么很讨厌的事情 要这么一点 不讲话 后来他告诉我 他说 塔木斯那两个礼拜苦死了 特别是那些没有讲话会死的人 一定死 今天很多的人不讲话会死 而且专讲烂的话 专讲错话 专讲不好的话 专讲没有造就人的话 专讲误会的话 专讲令人误会引起争端的话 你知道你的眼里犯上的错 你的眼里制造的麻烦 你的眼里产生的毁坏性 的教会里面的一切的事情 多少你知道吗 我们能不能今天以我们的舌头理由 主啊 又输我 在我还没有又输别的事情以前 先又输我的舌头 有几件事你要又输的 又输你的眼睛看什么 又输你的耳朵听什么 又输你的口讲什么 又输你的手做什么 又输你的身体干什么